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繼續日本的購物店了 今天會分享雜汉和三副鞋物 由300日圓到奢侈品都有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馬上開始吧 買得最開心的是在300日圓店FREE COINS那裡 是有這麼多東西的 這兩排綁頭髮的橡筋是超高質的 它有少許絨的質地 然後比較低飽和的顏色 看上去很溫柔、很日系 摸上去是有少許滑滑的 彈性極好 所以它是300日圓 即是18元左右 有8條,我覺得很划算 我很後悔只買了兩排 就算近鏡和摸上去 它也是很有質感的 然後買了耳環和戒指套裝 都是300日圓的 然後我發現它們是Made in Korea的 我想很簡單地配搭我平時的戒指去戴 還買了這個髮夾 然後手行買了兩條鏈 是用來穿著太陽眼鏡的 它旁邊的膠圈可以較大小的 然後就穿在太陽眼鏡的柄上 索緊它就完成了 但幸好不是跟金生去旅行穿 它一定說我買的東西很無聊 但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可以這樣穿著太陽眼鏡 那就不怕掉了 我純粹是這樣想的 有沒有用的 你覺得我會不會用呢 除了有飾物,我還買了家品 這雙拖鞋我看到別人放在籃子的時候 好像很舒服 我就買了一份 它是500日圓的 是一個毛巾的質地 我打算帶它去新屋的時候穿 它是摸下去很軟軟的 然後這個瓶是用來裝洗潔精的 你可以拿著白潔布 然後按洗潔精出來 就很方便去洗碗了 一套兩塊的砧板仔 有時候我打算切一些 蒜頭、乾蔥、蔥、薑 不需要拿到這麼大塊的砧板 它是很薄的 而且這裡有個位置可以磨薑蓉 我也覺得很方便 然後顏色很漂亮的充電線 也是300日圓 這個是1米的 然後是USB 還有這個我用iPhone就是Lightning 它也有Type-C的 最後的戰利品是這個迷你的無線耳機 我放了在IG 大家是超級瘋狂的 因為它是2000日圓 還要超美 它總共有四個顏色 我就沒有買到橙色了 這個是超低色的 它只有手心這麼大 然後打開它就可以用來擺耳機的 充電的時間是一個至一個半小時 然後磁汗力是有四個小時左右的 它是很輕身很細粒 放在細袋裡是很方便的 然後是一個入耳式來的 它放在耳朵就是這樣了 它的隔音和音質我都覺得是正常的 不要要求太多 因為2000日圓都是100元、82元 它是可以做到聽歌、看YouTube、看影片 這樣我已經覺得心滿意足了 然後它會自己去連接藍牙的 第一次用的時候 你就在藍牙那裡選擇 好像叫做Mini Music 然後每一次它都會自己去連接 都挺方便的 然後這兩個我是看其他人的購物店 是要去買的 首先它是一個新縮的 可以放在洗手盆裡 然後用來拿著一些東西 洗完東西還沒乾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拿在洗手盆裡 如果不夠長 它可以拿到這麼長 然後就可以拿乾那些東西 然後不用 你又可以把它這樣截起來 是非常方便去收納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設計 然後另一個就是 我看到一個YouTuber說 它是人生用過最好的刮水 我就忍不住買 原來這些字眼是有用的 我也是一個勞波藥的人 就可以在洗手盆旁邊 即是我的人比較貼貼 水彈到周圍都是 你就可以刮它下去 就做清潔是很好的 在豪得子我買了一個5號大小的招呼貓 是這樣的 傳說可以向它許願 如果願望成真 就要把它放回到寺廟那裡 那我就有藉口再去東京了 那所以呢 乖乖地 雜巷分享完 就到衣服了 我不是買了很多 因為日本還在賣長袖衣服 應該穿不到很久 所以買得最多 是GU的有盒背心 這一款呢 是我上年有跟大家介紹過 很喜歡的 它完全不透的 有很多顏色 很多pattern 裡面有空墊很方便 所以呢 可以就這樣穿出街 或者加件襲衣 或者當它是底衣 完全沒有問題 有pattern的 正式的 還有這一款呢 我之前好像沒有見過 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總之它是薄很多 有刺刺透的 但是呢 如果是天氣很熱 或者行山的時候穿 就最適合的了 我現在都穿著了 TOTO我買了有8件左右 因為香港賣99元 在日本是990日圓 60元左右 我和媽媽買了這麼大洞的 然後呢 就到一件的 藍色白色直條衣服 這一件是長袖的 後面有少少Ruffle 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是企領的 純粹覺得斯文的時候 可能要開會的時候穿也不錯 就買了 這一件是1990日圓 這件白色的衣服裙 大家看過了 它就是我去Shibuya Sky的時候拍Vlog 拍照著的 其實呢 裡面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是一條很闊的長裙 但是呢 就是外面 它多了一塊布 這樣就可以呢 披著 然後扣扣 然後旁邊這些繩 是綁在這裡 做一個背心的樣子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看到它很日系 就買了 然後馬上穿 效果也不錯 Ulico好像越來越貴 我買了這兩件 它們都是要4000日圓的 這一件呢 是財色的格子衣服 我看香港好像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買回來 但是呢 我當時是覺得 挺漂亮 好像挺好搭 那就買了 是一個黑白格子的卡尼根 總之呢 我覺得 好貴 我以為Ulico是百多元 原來現在已經是接近300元的水平了 然後呢 我就逛街看到一間布貼 我忘記是哪個商場了 總之買了一件的 站領 很薄切切 用來做內襯的衣服呢 它的領子很漂亮 是一些木耳邊 然後呢 是做了一個層面的 裡面是一個 啡色 然後外面是藍色 我覺得很漂亮 它是可以穿一個背心的裙子 在外面呢 應該就會很好看的了 它還有很薄 現在春天穿都OK的 還有呢 又買了一件的牛仔褲 我真的很喜歡牛仔褲 對了 這一件呢 最特別的地方 是它裡面有很多彩色的點點 它的袋子放到整部電話的 然後呢 隔離是掉了下去的 是一個很鬆身的設計 那現在穿就有點不搭了 如果有一天我穿了出去 是會拍給大家去看的 來到啊 還要分享的呢 就是這個trip 唯一買的奢侈品 一條LV的頸巾 究竟便宜香港多少呢 這一條在香港呢 是賣8150元的 然後我在日本呢 計算是大約5500元左右 所以是便宜了2600元 可能你會問 為什麼這麼貴呢 在香港買它大佬的那條呢 都是4500元左右而已 是因為它們不同的 大佬的那條是烏 來的 這一條是Cashmere 我買精筆品牌的頸巾 一定是追求Cashmere的 因為我覺得烏在外面 可能都是幾十元一條 這個是個人的堅持 不用理會我 但是呢 這個我也是覺得它很漂亮 它雖然是比較高調的 我很少用到這麼多logo的東西 但是呢 它是雙面的 而且它很闊 你會看到它大到是可以做到披肩的 這一邊是一個奶茶色 白色 米白色的一些logo 然後另一邊的Monogram 就會用回奶茶色 是白色底的 所以它在這裡的時候 它是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Layer 然後很好搭 這一條我是很喜歡的 現在很熱 但是大家記住 Cashmere是不可以用水洗的 我之前有一條就是媽媽不知道 它放了洗衣機 是縮了一半 我的心也縮了一半 但是不要緊 都發生了 所以這次為什麼 我很想買一條Cashmere的頸巾呢 就是這個原因 嗯 我覺得這個顏色是超級溫柔 但是要明年才見 對了 今天就真的跟大家分享了 我在日本買的東西 其實有些是媽媽的 就沒有拿到過來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 我是買了行李箱 我們不是因為買太多東西 搞到要買行李箱 而是媽媽本來想去日本買 一個漂亮的Hand Carry Size 所以是計劃的事 不是爆行李箱 Anyway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個一連兩集的日本購物店 可以參考一下 現在日本有什麼買 有什麼好行李箱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撈兩條新片 每週星期六就相同星期日 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歡迎 支持住宅 追求 你 歡迎